我不允许你们没吃过这个四川网红小吃 先来做勺皮部分很简单 地瓜粉加清水搅拌均匀 过一下筛捋出颗粒 找一个平点的锅或者盘子都可以 刷上油水开蒸5分钟 放入清水就可以很轻松地把勺皮撕起来 半透明的柔韧有弹性 叠在一起的时候刷点油以免粘黏 接着来做内馅部分 虾尾和大虾直接加入一包小龙虾调料 盖上盖子焖熟 放一包泡面阻散 平底锅刷一点油放上勺皮 剪到表面冒起密集的小气泡 表面都要剪到微微焦黄哦 刷上喜欢的酱汁 打上芝士碎再来点泡面 摆上大虾卷起来用竹签定型 为了可以更还原 在边上剪出一个口子把小龙虾摆上去 毕宫做了两种口味 一种辣酱的 一种甜面酱的 撒上芝麻还有葱花 这东西想想都知道不可能不好吃 煎出来的勺皮特别的酥脆 里面是满满的内馅 每一口下去都超满足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